夫妇有别 看到没有 夫妇有别 是 夫妇组成一个家庭 两个人的任务有差别不一样啊 在能力的社会里 家庭最重要的是面装事情 一个是经济生活 一个是传宗接代啊 所谓不孝有三五后伟大 因此这两桩大事 夫妇两个人就分开了走 男子 出外谋生比较方便 所以男子就肩负家庭经济生活 妇女在家里 照管子女 培养下一代 母亲是儿女 第一任的老四 小孩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母亲 所以中国古礼 父女怀孕 有礼 不能不懂啊 太儿 虽然没出生 她已经受感染 受母亲的 一念 隐形 感染 母亲念头是善 她就是善的感染 母亲念头不善 她就是我的感染 所以母亲怀孕 心情要非常好啊 其心动念 那念头要清净 要善良 举止要柔和 让小孩的时候善的感染 出生 出生之后 小孩睁开眼睛 会看 会听了 母亲照顾她 她已经在那里模仿 在学习 到三岁 这一千天 中国古代叫杂根的教育 这个教育是母亲负责的 所以这个孩子 根 像小树一样 根是母亲负责的 老四负责后面那一戒 根是老四戒 父母亲教的 根要不正 再好的老四 对他也没办法 所以中国人才说 不孝友善 无后伟大 后 不是说你有子女 你就有后了 不是的 你子女里头 有没有圣人 有没有仙人 再其次的 有没有君子 那你家里的儿女 圣贤君子 母亲是圣人 母亲的这个责任 使命 比父亲高的太多了 太多了 吉我 吉他 driver форм 天 pública ows 永不 老四 管